《国安法》第29条 规定的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勾结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外交流交往 一般的正常的对外交流交往 根本不存在 涉嫌犯罪的问题 香港社会有一些人 对勾结这个词不是太熟悉 这个是在我们国家的刑法里面 有这样的概念 在其他国家的刑法里面 也有类似的规定 勾结这个词汇 他的字面的意思就是 相互穿通干坏事 这是个贬义词 当然在这个刑法里面 勾结就不是一般的干坏事 他是使干这个犯罪的勾当 在这个官法的29条 对于这个勾结行为的 它的主要的表现方式 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对于哪些勾结行为 可能构成犯罪 也是有明确的限定的 但我们今天 lazy会和这个人 是和声绍的 对于我 是和声绍的 我听说 有明确的 是和声绍的